我诚挚恭贺拜登赢下总统大选目邮丁, 期待可与拜登见面。 后门祝贺前门, 真的是和其讽刺了, 人家是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选出来的, 你还好意思, 祝贺人家就在拜登宣布, 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丁丁今天祝贺他之余, 还向他表明, 希望未来可以与他。 根据美国时间本月八日凌晨,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最终拿下宾西法尼亚州二, 突破284票突破当选门槛, 并确定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 就在拜登赢下美国总统大选后的第二天, 大马国盟首相慕尤丁今日发表告, 祝贺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取得历史性胜利。 慕尤丁在指出, 我国非常关注这次美国的2020年总统选举, 目前, 美国选民已作出决定, 选出拜登为第46任美国总统。 本告中, 慕尤丁除了祝福拜登能获得卓越成就后, 也表明, 如果未来有机会, 他非常期待, 可以亲自和拜登见面。 慕尤丁表示, 这也显示了, 美国人民赞同拜登的领导和愿景。 本告中, 慕尤丁提及大马与美国之间和合作关系, 并强调, 大马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 因此, 我国非常重视和美国友好的关系。 他表示, 我国与美国将持续积极地巩固马美两国互会合作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他说, 目前, 在国际社会正寻求解决许多全球性的挑战, 包括新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因此, 我国非常期待, 美国能够在后任总统拜登的领导下, 继续稳固马美两国的伙伴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慕尤丁是在今年2月在喜来登政变后, 并在3月1日出任首相。 但是, 在慕尤丁上任后的两个月后, 才接获特朗普的越洋功课电话。